第1237集 那么现在竟然能动了 不仅动了还躲过了自己的一击 随后凶兽便是暴怒 原本像死狗一样的猎物竟然翻身了 这让他如何能够容忍 在他想象之中 夜晨就应该乖乖地忍受自己的摧残和侮辱啊 这时夜晨淡淡的声音在这界域之中突然响起 我很讨厌别人弄脏我的衣服 更何况是一头畜生 管你来自上古还是太古 反驳凶兽就想与整个世界为敌 与整个世界为敌又如何 这对夜晨而言根本毫无影响 若是凶兽是这世界的天 那么他便是展天又如何 展天一剑本就是为展天而存在的 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受到戒狱之力的压制而沉默的 他之所以沉默 只是因为用尽了全副心神在参悟展天一剑 仅此而已 被剑的人类 凶兽咆哮一声 猛地挥出一爪 无数的巨响在这之中响起 随着凶兽击出的一爪 竟有无数的爪影向着夜晨袭来 而夜晨想要斩动身形 却仿佛无数座巍峨大山 夹住在身上一般 极为困难 但是夜晨也并没有闪避的意思 斩天一剑是剑法是杀敌 斩敌的神通 一味闪避如何杀敌斩敌 如何磨练这门神通 夜晨眼中杀意疯狂燃烧 他还就不信了 拥有轮回血脉的他 连一头悬碑之兽都对付不了 那还觉醒个屁轮回血脉啊 对凶兽那无边的杀意 支撑着他的身躯 手中 兽小剑疯狂舞动 潮水般的金光流泄而出 那是对凶煞之气 极为克制的更金之气 并且 剑意之中竟然还有着不朽 夜晨不管休息了 还尝试融合自己的力量 给我斩 随着夜晨一声爆喝 一道惊天动地的剑光 猛然在这被凶煞之气 笼罩的戒狱之中浮现 仿佛真的要将这片天地 一斩而裂一般 轰隆一声巨响 金色剑芒与那无边爪影碰撞 一瞬间仿佛水入幽 不过一般发生了剧烈反应 整个戒狱都沸腾了 那金色剑芒虽然极强 但是却在那漫无边际的 爪影之下 渐渐消磨殆尽 这就是戒狱之力的恐怖 在这戒狱笼罩之下 每一击都相当于整个世界 对你发动了攻击 而更别说 这还是由不知道活了多久的 大妖凶兽 所施展的戒狱之力 虽然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只有星翘镜 但是这凶兽之气 足够威胁 叶辰的身形 很快便被那无边的 爪影所淹没 叶辰的身体 被撕裂 被扯碎 被折断 不仅是皮肤 血肉 骨骼 内脏 甚至是神魂 都在承受着攻击 鲜血 瞬间喷溅而出 宛若喷泉一般疯狂涌出 蝼蚁 看着重伤的夜沉 凶兽发出一声狂笑 这就是你说的 杀我 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吧 凭你这种样子 我想问你 杀得死蚂蚁吗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不自量力的废物 此时夜沉极其狼狈 到处都是破碎 断裂的痕迹 这模样简直惨到 不能再惨 而夜沉身上 所穿着的天灵铠 竟然都被抓破抓碎了 连护身神器的本体 都在这一击下破碎 要不是夜沉 夜沉施展了多种手段 再次强化了他不朽 神体的坚韧与生命力 恐怕这一击 真有可能将他灭杀的 不过夜沉虽然伤得极重 但是他的眼睛 却还是明亮的 明亮而且冰冷 无尽的杀意 在眼中凝聚 他没有倒下 是因为凶兽还没死 死 夜沉的脑海之中 回荡着死字 这杀意支撑着他 凶兽的每一句侮辱 落入他的耳中 都化为了更强烈的杀意 夜沉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原本流失的血液 竟然突然开始逆流 向着夜沉的身体中汇聚 原本还在狂笑的凶兽 不禁又是一呆 这是什么 他可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人类可以做到这种事啊 那血液汇入夜沉的体内 夜沉的血肉竟然飞快生长着 那老者见到这一幕 瞳孔一缩 这样的生命力 真的属于人族吗 就算是专门练体的体修大能 比起生命力 恐怕都没有这么恐怖吧 老者健壮突然笑了 果然他没有看错 这叫夜沉的小子 有意思 夜沉抱贺一声 畜生来受死 那疯狂冰冷 宛若实质的杀意 再次呼啸而出 在这样的杀意冲击之下 就连凶兽竟也是微微变色 四眼眸之中 隐隐闪过巨异 但是下一刻 那一丝恐惧 就化为了更为浓烈的怒火 我竟然怕了 凶兽无法接受 高贵血脉的自己 在这个河道境二层天的人类面前 竟然怕了 凶兽大吼一声 再次挥出一爪 这一爪比先前那一爪更强更恐怖 他现在甚至都不想玩弄夜沉了 只想把这可恨的人类彻底灭杀 而夜沉又是一剑挥出 那强烈的金光再次闪耀 夜沉出剑的瞬间 凶兽心中却是一阵惊诧 为什么 因为夜沉的剑太强了 这一剑比先前那一剑更强了 夜沉竟然在进步 在这远超自己实力的强敌面前进步 就是老者这样的存在 都被夜沉震撼了 那眼眶中的疑惑开始疯狂跳动 但是即使这一剑更强了 却依然被那漫天抓影泯灭了 夜沉的身体几乎摔了出去 在地面形成了一道深坑 凶兽发出一声狂笑道 你现在知道自己与我的差距了吧 别以为你像条疯狗一样 吼两声就真能创造奇迹了 而夜沉此时破碎的躯体 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也终于闭上了 老者的眼眸平静了下来 此子的确惊艳 但是还不够 凶兽盯着夜沉看了一会儿 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有些后悔 让夜沉就这么死了 实在太便宜他了 可就在这时 原本那双闭上的双眼 猛然暴征而开 而眼中燃烧着更为浓烈的杀意 一簇深红色的火焰 在夜沉的骨骼之中开始燃烧 在夜沉的眼眸之中开始燃烧 夜沉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 凝视着凶兽 一瞬间 凶兽竟突然产生了一种逃跑的冲动 他在心中疯狂地咆哮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小子不应该早就死了吗 为什么他还能睁开眼睛啊 他已经明白与我的实力差距了吧 为什么还能爆发出这么强烈的杀意呢 为什么他的道心还没有丝毫地崩溃啊 太多疑问太多不理解 夜沉本身几乎就要超越凶兽的认知 成为一种未知的存在了 凶兽活了很久 也经历过许多生死危机 甚至被现在的主人差点就要彻底杀灭了 仅仅有一丝生命苟延残喘而已 当时他以为自己已经体验过了 这世界上最大的恐惧 但是现在他知道 他错了 眼前 那宛若来自地狱的恶鬼一般的青年 是比死亡更为恐怖的存在啊 而从夜沉体内爆发的杀意 竟瞬间弥漫了整片戒狱 那更加浓烈的杀意笼罩着凶兽 凶兽猛然间发觉 在这杀意的笼罩下 自己对这片戒狱的控制力 竟然减弱了 这一下儿凶兽是真正惊悚了 杀意怎么可能抵御戒狱之力 他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这杀意绝不是普通的杀意 而夜沉此时的身躯 已经无比残破 连战力都无法做到 他的口中含着数十颗疗伤丹药 但是即便如此 那强大的药力 却依然来不及修复他的身躯 星翘的戒狱之力 岂是那么容易驱除的 但是夜沉的身躯 虽然无法站立 他的人却没有倒下 身体上的那一层血验 化作了虚幻的躯体 竟支撑着夜沉残破的身躯 一步步向着凶兽走来 夜沉竟在炼成展天一剑之前 将焚血绝突破到了另一层境界 这才是焚血绝真正的力量 焚血燃身 以血断形 将焚血绝修炼到了极致 即使身躯重伤 也可以借着燃烧体内的鲜血 将其锻炼成身躯的形态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随着夜沉的接近 凶兽的眼睛之中的恐惧 越来越浓重 这夜沉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不死之身吗 夜沉的双眸之中 燃烧着血燕 浑身散发着极致杀意 那不断逼近的残破躯体 反而造就了空前的压力 此时的夜沉 简直就像是从炼狱之中 来到人间的修罗一般 凶兽开始着急了 明明是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可是此时面对夜沉 他竟然开始着急了